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坚持国家主权不容侵犯并亏 靠实力确保和平 我们汉慰国家主权的决心不变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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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国际社会的高度共识 是维持台海及印太区域和平稳定 中国应该正视中华民国台湾存在的事实 并且尊重台湾人民选择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 不要在军事挑衅 破坏区域的和平稳定现况 威胁台湾的民主自由 总统在国庆演说强调 台湾智力 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决心不变 希望两岸对等尊严 健康有序对话交流的承诺不变 希望与中国共同维护区域安全 做出贡献 为两岸人民带来福祉 中国理应理解 赖总统国庆释出的善意 并且顾及中国国内民生经济现况 不要执意持续以武力威胁 胁迫周遭国家 由于维持区域和平稳定 是两岸共同的责任 总统早上已经召开国安高层会议 指示相关单位进行应处 国军对于中共军演的状况 皆有全面性的掌握 行政院也注意相关民生议题 维护社会安定 面对外部的威胁 我政府会持续捍卫民主自由的宪政体制 有信心也有能力 守护国家安全 请国人放心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A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光源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